今天這樣講可能會怕混淆大家太多東西 那還有另外一份CCSP的它的CS教學其實也寫得很好 大家回去可以延伸多看一下裡面的概念 那... 那因為時間其實剩下不多了 我們只好進入到一下另外一個主題就是JavaScript 那... 好 那JavaScript大家就知道它就是一個程式語言 好 那程式語言其實 主要是說在於網頁裡面呢 什麼聲音 網頁裡面除了用HTML跟CSS以外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JavaScript JavaScript它能幫助你在一些網頁的互動性上面 或畫面的呈現它會可以做更多的互動性 就像有人之前是用Flash一樣 那因為JavaScript它其實隨著 就是像Google它把它JavaScript engine的速度整個效能提升 所以整個現在越來越多就是 聽說...聽說有一句話叫做 就是好像沒有任何...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阻止JavaScript 就是它已經發展到很多事情上面了對 那...我們今天就要建立一些這個程式的基本的概念 就是...通常學程式就是我們會先從一個... 基本的...一定要開始學的就是變數 就是Variable 我們叫變數 那...變數的這個概念呢 其實在JavaScript裡面它的... 它的...宣告...我們會講宣告一個變數 宣告一個變數的概念就是先...先一個... 用一個VAR 用...VAR 空格 然後一個變數名稱 至於這個變數名稱呢...是隨便你取的 譬如說你可以取...我現在這個叫... Ball number 可能就是球的數目或者是球的編號 你也可以取叫 count 就是這邊隨便都是你取的 那...這邊主要注意的部分就是因為JavaScript它... 它...盡量...盡量用... 我們叫KModeCase 就是...你如果它是一個詞的話 你可以盡量用那個... 第二個詞是大寫的方式 那它...你也可以另外一項SnakeCase 就是底線 對...那就要去支援這兩種 那它不支援就是... 中間是Dash的方式 它Dash它就...沒有辦法判讀 所以你必須要用這兩種方式 那...那Assign...它這個等於是Assign的意思 就是指定...指定後面那個東西 那這個...概念你可以把它想成說 它把它...這個東西存到前面那個變數 就等於變數...變數這個東西是一個... 一個...有人說是一個抽屜啊 或一個...反正一個儲存的空間 然後這個儲存空間就是等於你抽...你抽屜 你可以命名第一個抽屜第二個抽屜嘛 那...你就記住它的名字就好了 就說第一個盒子 那...接下來這個...後面這個等於就是 你把1放進這個盒子裡面 所以我們把1放進這個Ball Number這個盒子裡面 所以...我們等一下如果把這個Ball Number 印出來的時候它就會是1 那...其實提到變數的話 我們還會...就是通常會伴隨提到一個叫做 Data的Type 那...JavaScript是一個Weekly的Type的Language 那...什麼叫WeeklyType呢? 就是...其實它...它並不在意你到底... 指定...你希望指定是什麼型別 那...這個什麼意思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學一些其他程式語言的經驗 比如說像是...C的話 C它就是...你必須要宣告...先...先宣告你的變數的...名稱是... 呃...是一個... 比如說是...是整數...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 還是一個... 正列什麼的... 就是你必須要先宣告一個它的型別... 它才能去做運算 但是JavaScript其實...它是... 不管你的...型別的...就是你... 你這時候...你的變數... 可以一開始指定是一個... 數字... 那你後面也可以塞一個字串進去給它 都可以 它...它是隨時都可以... 這個...等於這個變數的型別 是沒有...沒有指定說一定是什麼型別的 那...主要這基本上... 下面都是一個...就是... JavaScript有...會提供的一些型別 比如說像是...String就是... 字串 Number就是數字 Array就是一個...正列 那...像... 布林就是一個... 布林值... 就是True或False 那...Date它是一個比較特別 它是一個時間的... Object 那...其實... JavaScript最基本的東西就是一個... Object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提到什麼叫... Object 那...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 還會需要做一些... Operator 就是我們會需要一些... 做一些運算值 所以比如說像... 加...減...乘...除 然後...最後一個叫... Mode Mode就是... 對... 通常像... 取餘數這種東西我們可以做來判斷說... 呃... 通常大家常會寫一些東西就是... 判斷它是不是偶數 就是當你Mode2的時候... 不是0就是1嘛 所以你就可以判斷這個東西是不是偶數 那...它還有一些就是... 邏輯上的運算 比如說像... 這個兩個我們叫... And... 就是And... 它就是... 且的意思 那還有... 那... 第三個經常號就是... Not 就是And or Not 那就是在它做運算的時候 那還有一種叫... 三元的運算值 它的做法就是... 其實... 大家不要管那個括號裡面是什麼東西 它主要就是一個問號跟一個冒號組成 它就是所謂的三元運算值 它就是所謂的前面... 前面你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條件的判斷 然後最後... 給它True的情況跟Force的情況 那... 還有一個比較... 廣為人知一個比較... JavaScript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剛才前面講到那個... 一個等於是Assign的意思 那真正在我們想... 數學上那個等式的等於通常會用... 呃... 一般在其他程式語言都是兩個等於 但是在JavaScript裡面比較特別 其實... 盡量... 它有兩個等於也有三個等於 那它的差別在於說... 呃... 盡量建議你用三個等於 如果你不希望你的程式有任何錯誤的話 盡量建議用三個等於 那因為... 兩個等於會出現一個狀況就是... 它會幫你... 轉型 它會幫你偷偷的轉型 就是像我們剛才講到的... 這個型別 它會偷偷的... 假設你...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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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寫了一個是... 就是你寫了一個... 字串跟數字的比對 那其實如果... 如果是三個等於的話 它就會覺得這個型別是不對的 那如果是... 呃... 兩個等於的話 它會就... 強制的把其中某一個型別 轉成另外一個型別 那... 這邊... 大家可以有興趣再去研究 那... 如果... 不想要知道這麼深 其實你只要知道 用三個等於就好了 好 那... 除了... 呃... 一些運算值以外 的話 我們會... 通常會用... 接下來還會有一個... 就是你... 通常我們在程式裡面 會有一些運算的流程 因為我們有了... 宣告了一個變數 然後我們可以做一些 加減的運算以後 我們其實通常還需要一些 控制的流程 來控制整個... 整個程式 你才能知道... 呃... 什麼樣的結果會是你要的 那一般... 最常見跟其他程式一樣 最常見就是這些 就是... if else 或for 或switch case 那... 通常是可以... 可以... 更細的來看它的語法是這樣 就是if 然後... 括號裡面會... 你會寫一個... 通常我們寫一個條件式 然後... 判斷它是不是成立的話 就是做一件事情 那如果不成立... 呃... 就會做另外一件事 else 對... 那... 另外一個是 while 跟 for 那 while 就是無限回圈的意思 就是當 while 裡面這個成立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 它就會做大括號裡面的事情 就看你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通常... 通常這時候會... 做一些... 呃... 判斷會終止這個... 無限回圈 不然你的程式就會一直run個不停 那... 如果你知道你的程式是... 有次數... 次數... 呃... 的運作的話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今天會有一個... 呃... 呃... 自串 你想要找出裡面... A在哪個位置的話 那你... 因為自串的長度是固定的嘛 所以你就可以用 for 來去判斷這個自串裡面的... 東西固定的 因為... 當有些條件是你不知道... 你的程式要跑多少次的時候 就是用 while 那 for 的話就是... 它的語法就是寫一個 for 然後會給它一個初始條件 然後分號 再一個結束的條件 然後步驟 接下來要幹嘛 那... 在 switch case 的話就是... 你會寫一個 switch 然後裡面會有一個... 一個目標 你要 switch 要判斷什麼東西 然後它判斷 它會不會符合 case 這個狀況一 然後就會... 就會做... 做什麼... 做什麼事情 那...如果... 呃... 通常會寫一個 break 就是通常... 就等於說... 這個狀況做完就結束 那如果你不寫 break 的話 它就會每個狀況直接的... 我們叫 force 2 就會直接全部... 質詢下去 然後甚至... 如果都沒有符合這些狀況的話 就會有一個 default 值 對 那... 呃... 我們可能... 等一下再... 就是請助教們再... 詳細的告訴你說 你這些語法 到底實際上要怎麼寫會比較好 對...就是... 我們從... 這個... 就是... 變數... 要怎麼... 變數的語法到底怎麼寫 等一下可以練習 然後還有... 呃...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各個不同型別的... 在 JavaScript 的東西出來是長什麼樣子 然後大家可以練習一些... 加減運算 然後... 有一些比較特別的東西 我們也寫上去 比如說... 可以寫加等於 加等於是什麼意思 就是... 呃... 本來... 等於... 呃... 本來有一個等於... 加... 就是... A加 B 應該說... 呃... 這邊等一下可以助教幫忙 加等於 然後... 除等於 然後%等於 其實都是可以... 可以去做的語法的... 的... 試試看 對... 那... 還有... 還有這個 Control Flow 對... 那... 其實講蠻快的 那... 主要... 可能等一下練習時間就會比較多 那... 主要還有一個就是 Object Object 就是在於我們的 JavaScript 的一個基礎 那就是一個物件 那物件它是什麼意思呢 通常... 它的... 一個物件它通常就包含它的那個... 通常我們可以講它的屬性 它屬性會有一個名稱 然後名稱它會有一個屬性的內容 譬如說...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人的物件 然後這個人就是我叫做 Ly 然後我的年紀代表是 28 然後... 我穿的衣服可能是... 這邊可能... 可能忘記用付出 我們穿的衣服可能又是另外一個 Object 用一個大瓜小瓜又是 Object 那... 當然我也會有一些... 就是... 有一些... 我們叫 Master 就是一些... 一些 Function 那 Function 等一下會提到 那就是... 這邊就是等於說 在 JavaScript 裡面 它的那個 Object 裡面 也可以有一些叫做... 我們叫... 叫方法 方法裡面可能就是一個 Function 那 Function 的話 就是像我可能會穿一些衣服 所以我... 穿衣服的穿這個動作 就是一個 Function 那... 這是一個最基本的 Object 的形式 那... 還有... 就是像 Street 這個字串 字串通常它寫法就是用兩個... 兩個 Chord 或一個 Single Chord Double Chord 或 Single Chord 那... 一定要對...對稱的 那裡面... 裡面 Chord 起來呢就是一個字串 那字串它會有一些... 呃... 它會有一些屬性 比如說你可以算這個字串的長度 對...那... 中文跟英文的 Lens 其實算出來會有一些差距 大家可以去玩一下 中文跟英文的 Lens 的差異 那還有... 它也會有一些... 因為它是 Object 所以它會有一些... 呃... Message 方法 比如說像是找... 找那個字串裡面的元素在哪個位置 就是 Index of 然後... 後面就是看你要找什麼字 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中英文的差異 那... Array... Array 的寫法就是 就是用兩個中括號刮起來 這樣就是一個 Array 那 Array 裡面你可以篩 因為 Java Script 它比較特別 它不像其他的... 因為有些... 像 Python 的話 它可能會規定你那個... Array 裡面放的東西 一定要是同樣的東西 呃... Python 我不太確定 那我記得 Hasco 方式 那... 像 Java Script 它其實... 你裡面亂篩一個... 亂篩一些東西 它不一定要是同樣一個 Type 比如說你可以篩一個字串 然後你也可以篩一個數字 然後甚至篩一個布林值 就是 True False 這樣... 它的 Array 它都可以接受 就是它的... 所以它是 Weekly Type 它並不... 它並不接受你這個 Array 一定只是同一個... 同一個單一的 Type 對... 那這是 Array 宣告的形式 那 Array 其實跟... 切割... 切割 Array 的方法 就是 Split 或 Slice 好... 那... 那... 自串的話還會 Replace 它可以... 應該說 Java Script 你沒有辦法直接改那個自串的陣列 但是你可以用 Replace 的方法把它取代掉 好... 那最後一個就是 Function 那 Function 通常我們這個用途是在於說... 呃... 就是我們在寫一些程式的時候 我們會寫... 呃... 我們會希望有些東西寫一遍就可以再用 所以我們把它寫成... 宣告成 Function 的形式 呃... 譬如說等一下的範例大家可以再看 那一般的 Function 的寫法 建議是寫這種... 就是用一個 Variable 的方式 然後把 Function 指定進去 這樣子是比較好 當然其實你不寫 Var 前面那個 你直接寫一個 Function 然後一個 Name 都也可以 但其實... 大家將來就會知道為什麼 大家可以先造一個比較... 推薦的方式就是這樣寫 或者是助教如果... 對這個很熟悉的話 你可以等一下告訴他說... Function 的... 宣告的方式有哪些 然後... 有哪些其實不推薦使用 好... 那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印出來 印出來要用這個... console.log 對... console.log 括號 然後裡面接的你的變數的名稱 自串 就可以在你的 Console 裡面... 呃... 秀出一些訊息 那... 至於 Console 怎麼呼叫 我們上次其實有講過 就是在 Chrome 或 Firefox 裡面 其實有一個 JavaScript 主控台 那... 等一下就要幫忙幫你 叫出一個 Console 甚至你可以直接在 Console 裡面... 呃... 其實現在是練習時間啦 我們可以直接來... 就是... 呃... 這邊叫出來 呃... 對... 但是它叫到另外一個... 對... 對... 好... 所以其實你就可以叫出一個 JavaScript 主控台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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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其實... 欸欸欸... 你看... 你看得到... 你看綠色... 你就在綠色就好了 我想要它... 我想要自帶一點 好... 就是大家其實可以看到... 呃... 像 Console 它寫一寫... 呃... 哈囉... 我... 好... 大家最覺得就是... 但其實因為... 這個東西它會... 它就會執行 然後它會... 回傳一個訊息 那... 如果你真的要... 你可以先 Define 一個變數 比如說像是這樣子 1 然後你可以把這個變數... 印出來 這樣... 欸... 欸...怎麼沒有... 完了... 它是... 它是用到... Consol Consol在這邊 可以在這邊嗎? 欸... 應該有啦...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沒有 好...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 反正有指定這個值啦 那... 其實在這邊你都可以做一些... 就是... 運算 比如說加... 剛剛有講的加等 所以你可以這邊... 就是... 任何的 JavaScript 的 function 都可以 比如說... 下一個 function 的指定方式是... 就是... 就是... 嗯... 通常裡面有幾個東西... 就... 我們可以寫一個 function 這樣子 它會... 每次 Retain 一個... 兩個倍數的... 就是... 把這個... 把 Input 進來的東西... 乘兩倍就回去... 然後你就可以 Double... 比如說... 3 好... 大概是這樣... 大概是這樣... 然後... 那個... 在練習題目裡面... 呃... 對... 寫了...大概... 想了...大概... 先想了五題... 那個... 助教可以幫忙... 那...大家可以... 還可以再想... 那... 比較簡單的是... 就是... 應該是前三題... 像剛剛我已經寫了一個... 我把第一題寫出來... 好... 那...大家可以試試看就是... 怎麼做像... 做... 總和... 算總和... 我給它一個... 開頭的數字... 比如說1... 然後一個結束的數字是10... 它就會幫我算... 1到10裡面所有自然數的總和... 那...甚至或者是做一些... 自竄... 自竄的處理... 比如說... 呃... 我怎麼... 怎麼取出一個... 英文... 名字裡面的信... 對... 比如說這個人叫Andy Homer... 我們怎麼取出它的... 後門這樣子... 那... 甚至說可以找出一個... 陣列裡面... 呃... 最長的自竄... 是什麼... 那... 或者是說... 假設有... 一樣的... 一樣的自竄... 我們就略過... 只...只保留... 相... 只保留相同的... 只保留一個就好了... 類似這種... 那... 大家可以練習看看...